西宇 这个你喝 西宇 你怎么了吗 你跟徐护士说说呀 徐护士很想知道呢 西宇不是笨蛋 大嫂 你怎么会来啊 我过来看看啊 西宇最近怎么样 你跟你的儿子平安 相处得好吗 怎么了 是不是相处得不太好啊 大嫂 是我不对 你要怎么伤害我都可以 可是西宇她什么都不知道 请你不要伤害她好不好 我怎么伤害西宇了 我只是问问 她跟她的儿子相处得怎么样 我怎么伤害她了 也是 西宇又不是平安的亲生父亲 平安的亲生父亲是 大嫂 这里又没有比其他人 你怕什么 我们出去说好不好 西宇 西宇 我跟大嫂有点事要出去 麻烦你照顾一下西宇 西宇回来了 是呀 大嫂 走吧 大嫂我 我答应你 你跟我老公的关系 我不会告诉舅妈的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了 那平安呢 平安是我跟西宇的孩子 不 平安是我跟镇宇的孩子 什么意思 我要领养平安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平安身上流的是镇宇的血 但是平安她真的不行 你跟西宇还可以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我跟镇宇已经不可能了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现在还我一个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有什么不可以啊 是表哥要你这么说的吗 是她要你这么做的吗 舅妈那边你放心 我会告诉她 是我想领养平安这个孩子 反正她本来就觉得平安爱业 我领养她 正合她的意 你以后也不会因为平安 而看婆婆脸色过日子 其实我是在帮你啊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不可能 我不会让平安离开我身边的 那我们就法院见喽 如果你不怕你的关系 跟我老公的关系被公布出去 西宇受伤害 你被赶出家门的话 我也不怕 大嫂 你自己好自为之 也弄得连西宇都懒得理你 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 怎么办 有件事 没关系 的话 请你去做吧 谁敢找他 那我还是不想的 我都可以带你 是啊 不没关系 我吗 那我没关系 我 好 快 还得了 别人 喂 韩振宇 你不是说你要放弃平安吗 为什么现在又要领养她 你说什么 我已经见过大嫂了 我再说一次 平安跟你没有关系 她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弃她的 喂 昔霓 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平安是谁的小孩 震宇哥的 平安是你跟震宇哥生的小孩 我问你平安是谁的小孩 是不是你跟震宇哥生的 你说啊 你回答我 所以五年前抛弃你的那个男人 是震宇哥 是吗 他们是兄弟 虽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 但对我来说同样是哥 你怎么可以 不是这样的 震宇 他们两个其实不是 答应你的事 我不会反悔 心里面的内容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可以相信你 对吗 明知道他们是兄弟 你怎么还可以跟我哥结婚 难道结婚的时候 你得了示意证吗 还是为了报复震宇哥 所以才故意嫁给我哥 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结这种婚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虽然我哥什么都不懂 像孩子一样 可是他有多喜欢你 多爱你 我妈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我哥会怎么样 你真的 太过分了 阿姨 你 你要去哪里 走开 我拜托你 不要告诉妈 我求你了 好 要我不说也行 你自己走 随便别恶什么理由 自己离开这个家 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究竟要愚弄大家 到什么时候你才高兴 我没有那个意思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现在讲不清楚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那是怎么样 平安不是震宇哥的小孩 还是我哥和震宇哥不是兄弟 没话说了吧 昔震 等夕雨痊愈了 等她痊愈我就离开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不是的 是真的 夕雨一直在进步 这段时间我一直瞒着妈 每天带她去医院治疗 医生已经说了 昔震的病不是天生的 她有机会可以痊愈 是妈根本就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治疗 你只用她的方式 你真的是很会转移话题 推卸责任 现在竟然把错误 推卸到我妈身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跟你追究 昔震的疾病是谁造成的 我只是希望你们多给我一点时间 昔震是有希望的 她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不用像现在这样 每天都待在家里 我看需要治疗的人是你 昔震 你不信 不信就跟我去见医生 我是不会离开的 明知道有机会 可是妈就是不相信我 如果你也不帮我的话 我怎么忍心抛下细雨 一个人离开 反正你迟早会被赶出去的 不用 没有你这几年 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 昔震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所有的事情 那么舅妈也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你怎么没有拜托昔震说 你要进董事会 这个时候可别刺激舅妈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好吗 平安的事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要领养平安 就看你一个答复了 我不同意 如果你要领养孩子 我们可以去幽儿院领养一个 不要 我就要领养平安 为什么非要是平安 你是想把对我的怨恨 发泄到这个孩子身上吗 你既然那么怕我 你干吗吃我做的饭呢 我们干吗还睡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娜娜 什么都不怕 总之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要惩罚就冲着我来 但是我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孩子 我是说你把对我的孩子 还剩下来 我差点不平安 但是这一切都比我更好 那一切都比我好 就教练了 然后我 不要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